最近这位变性人 他好像没有变性 只是一个很瘦的男人 穿着女装 假装自己是个女人而已 他的新闻特别多 因为他当了女人365天了 所以受到全美国的注目 这是多么一件 讽刺的一件事情 有多少女人 当了一辈子的女人 没有被任何人庆祝过 结果一个男人 夺取了你们所有的风采 到什么程度呢 在纽约的市中心 租下了一个剧院 请了一个剧组 还卖票 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奇怪 更奇怪的是 Z时代的年轻人 性泛滥越来越严重 严重到没有一个人想结婚 没有一个人想有家庭 但是每一个人 几乎都在未成年的时候 就开始同居了 这个风气是正常的吗 我们遇到这样的风气 应该怎么办呢 最后一个新闻 带大家看到 最新的专家教授 出来的建议 父母要听孩子的 父母不应该带领孩子 甚至不应该教育孩子 一切要以孩子的想象力 幻想为主 这就是为什么 如果孩子认为自己是 其他的性别的话 父母就应该要支持 鼓励 因为就是在帮助孩子的成长 大家应该知道 我会说什么了吧 在我们开始之前 请你去我们的网站 loveainews.com 或直接到下面 参加我们Coffee的会员 直接来支持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这个频道是100% 有你这个样子的观众 在支持的 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媒体 我们需要真正的使用 圣经的角度 来看现在发生的事情 观传这个时代 需要你跟我们一起努力 而且坚持 所以请加入我们的会员 帮我们按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最重要的是 分享这个影片 如果你也想要一起 抵抗我们的文化价值观 被左派侵蚀的话 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加入会员之后 你不但可以直接来支持我们的时工 而且还能够参加 我们的discord聊天室里面 discord聊天室 是只有会员才可以参加的 里面我们会有固定的课程 我们三个人 也主要会在discord里面聊天 因为里面绝对都是 支持我们的 而且跟我们有同样价值观的人 不然就不会参加我们的会员了 因为看的人很多 然后想要呛哭 然后刷存在感 骂人的观众也很多 我们最希望的是 就是大家有共同价值观的人 可以使用我们的平台 大家可以彼此认识 万一发生什么紧急情况的话 至少这些人 跟你有同样的价值观 绝对可以跟你一起度过难关 特别是现在国际情势这么稳定 所以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会员则可以去discord 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是Ed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上个星期一位男性的演员 Dalen Mulvaney 庆祝了他第365天当女人的纪念日 抱歉我好像说错了 根据他的说法是girlhood不是womanhood 所以说是当女孩的纪念日 因为这个是一个成年的男子 非常清楚的在说明 他假装他自己是一个青春期的少女 所以这是第365天的女孩纪念日 那当然我们知道 这是他第0天的女孩纪念日 因为他从来就不是个女的 也不可能是个小孩 更不可能是个女孩 一年后还是第0天 两年后还是第0天 永远都是第0天 到他死的那一天 他会以一个男人的身份离开这个世界 他活着的每一天都会是个男人 永远都不会是个女孩 未来的考古学家 几千年之后挖掘他的骨头的时候 他们会知道说 这个是个男人的骨骸 他们不会知道他的 自我认知的性别是什么 事实上就是 他们什么都不会知道 唯一会知道的就是这个骨骸 是属于一个成年的男性的 当Dalen Mulvaney被这个世界遗忘之后 而且这个世界一定会遗忘他 就跟这个世界会遗忘所有的人一样 唯一残留的 就是他们最想要我们忘记的 就是他是个男人的事实 那讲到这里 我们就来看一下 Dalen Mulvaney在洛克斐勒中心 为了自己办的这个 当女孩的第365天 这个庆祝其实就是在 我们讨论那个Drew Barrymore 对着这位变性的神像下跪的隔一天 Drew Barrymore下跪了之后 这位Dalen Mulvaney走上了红毯 遇到更多支持他的粉丝 这个活动有大量的明星 很多舞台剧的演员 在台上唱歌跳舞满堂喝彩 全部都在庆祝一个男人 假扮女孩过了365天 根据Roland Stone滚石杂志的报道 他在6个月前就开始计划这个庆典了 也就表示这位心理变态 当时只当了6个月的女孩 假装当了6个月的女孩 就决定说 这个庆典要在纽约举办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演出的人员 都是自愿的演出的 其中就包括了我们每天新闻的来源 Daily Wire所有的主持人 因为每一个演出都必须要有坏人在那里 所以这些保守派的主持人 就变成这场闹剧的坏人 things are going really well like I just had my first dance as a girl and oh I can pay my bills and I'm building up a following and I feel supported and you know what I'm feeling lucky let's google my name Dylan Mulvaney is intentionally degrading women every time he does this woman face minstrel show routine he is insulting and demeaning them and doing it on purpose and profiting off of it and he doesn't care if that is the most attractive you will ever look then I don't even want to imagine what you'll look like when you're at your ugliest documenting his creepy fetishized version of what it means to be a girl well Dylan Mulvaney has had some surgery to make his face look more like Bruce Jenner's Dylan Mulvaney has just given the best proof yet that transgenderism broadly or at very least the type of transgenderism that he suffers from is a sexual fetish 很多人会说 他说的没错啊 你们这些保守派怎么能说 他就是要把自己的性癖 公开让别人接纳呢 他只是个变性人而已啊 他有这样讲过吗 他有这样说过吗 这些变性人很可怜 要被你们这样子污蔑 丑化妖魔化 难道他有在录影在那边说 他下体突起 要大家听吗 要大家看吗 是的 我就是在说 他是个变态 然后跟他那样子的人都是变态 然后要别人接触他奇怪的性癖 让我们在这边继续看他的活动 Dylan is not a woman Dylan is playing a caricature of a woman That one can say he is a woman and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women in America in just six months of wearing dresses and ironing his hair The patriarchy always wins, gang Oh, and there is Dylan Mulvaney as Audrey Hepburn The difference being that Audrey Hepburn was an actual woman with a vagina OK, now that came away right now Who put this hateful mess on up in here? I did I showed it What? Why would you give them even a second of your big day? Well, these are the people I have to deal with on a regular basis So I thought I should include them in the evening But that doesn't mean you have to listen to them Well, I've always loved the little constructive criticism Baby, there's nothing constructive about that And it's not just criticism, it's indoctrination Trans and non-binary people have been aroun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那這裡先暫停一下 OK,真是不好意思打擾大家看這個活動的流程 當然上面說的東西都是胡扯 整個活動基本上就是一個大胡扯 但在這邊有一個議題是值得我們強調的 有上億上兆的人曾經生活在這個地球上幾千年 文明、興起、衰退、滅絕、各式各樣的歷史 但是從來就沒有一個歷史上的時段 比現在的這個變性文化還要更誇張的時代 這個變性人的議題一直以來都是不存在的 別人只會覺得他們很奇怪而已 直到只是經期有一群神經病的心理學家 跟醫生還有學者虛構出來的這個想法 這個才是真正變性人的利益 My love, they wanna silence us They wanna silence us and keep us in the matrix Well, I think we've established that I really like to talk So I don't think they're gonna have the best luck silencing me Truthfully, I don't know what their goal is But I do know how they make me feel Now that I've built up a thicker skin It doesn't hurt me Do you wanna feel how it feels Do you wanna know, know that it doesn't hurt me Do you wanna hear about the deal I'm making My response going forward It's not over explaining myself It's not pleading It's not expecting kindness From someone who has no kindness to give My response is in the next joyous video that I make That's my response And if I only could I'd make a deal with God And I'd get him to swap our places Can we pause there? I'm gonna say something that might make people feel a little bit uncomfortable Um, I'm trying really hard to maintain a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I don't think that he made a mistake with me And that maybe one day I will actually be grateful for being trans That this isn't some curse, but it's just a different path to the same destination Be running up that road Be running up that hill Be running up that building If I only could If I only could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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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独白他练了一个礼拜 而且六个月前就已经决定演出了 所以他的眼泪就跟他整个人一样 虚假只是在演戏 只是一个情绪勒索的演出 要来封锁事实而已 那我想强调的就是在这里 当音乐瞬间停止 就在这位这个Dellen Mulvaney 想要跟神沟通的时候 突然也就变得很私人 这是他跟神的关系 突然把神摆出来 你在一个舞台上面演出念稿还售票 现在突然变成一个私人的 个人跟神的关系 这一切就全部都是为了钱跟名气而已 如果还有人在相信他 说什么他就是在做自己 他很勇敢不是为了钱 不要再抹黑这个不断被打压的人了 他很可怜耶 那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认为这个样子的人可以回答 为什么这个人可以得到这么多的广告收入 只因为他假扮自己是女人的男人 之后他还接受访问 然后说他打算少拍一些抖音的影片 然后要来策划一系列的舞台剧 要来公开演出 他的女孩的人生的转变 哇哦 这真是令人讶异耶 怎么会这样子 OK 这只是他个人选择啊 这只是他做自己啊 这只是一个女人的灵魂 被困在一个男人的身体里面的私人故事啊 然后每一个人就都应该支持他 为了他的个人的快乐跟心理健康 一切都是演出 所有变性人的议程 全部都是演出 全部都是为了金钱 还有名气而已 都只是为了要冲击市场而已 就跟马丹娜刚出道的时候 当时冲击市场的方式 就只是穿着胸罩上台而已 后来变成要全裸上台 现在要变成一个 男人假扮成女人在台上骗钱 而且他们一直以来的理由 都是同一个就是 整个左派运作的模式 就是把所有私人的东西政治化 然后别人就不会有任何的意见了 任何的批评 如果你不接受的话 就变成人身攻击 包括所有的事情 包括黑名贵 同性婚姻 变性人 儿童变性 枪支管理 你能想到所有左派的议程 全部都只是在把 个人的东西政治化而已 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这样 他们就是要政治化 所有的私人生活 因为当所有的东西 变成政治化了之后 政府就可以把他们当成 政治的议题来操控 刚刚那一段的演出 讲到他跟神的关系 没有错 他们的目标 就是要把神跟人的关系政治化 美国的宪法告诉我们 我们有天赋人权 只要这些人权是神赋予我们的 政府就没有资格触碰 左派的目的就是要把 天赋人权 全部变成政府给的特权而已 而且他们的目标 就是我们的孩子 说到我们的孩子 Z时代的年轻人 现在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性泛滥 他们不打算结婚 但是他们同居的比例 是史无前例的高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 超过11%的18岁到英人 去年在没有婚姻关系下 跟其他的人有亲密的关系住在一起 这是美国历史上有史以来最高的比例 报告上面说 他们住在一起有各式各样的原因 为了省钱 方便 娱乐 但是我们都知道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就是当这个社会告诉他们 他们这样做没有任何错误的时候 他们就是会这个样子去做 为什么不 Why not 没有道德的规范 就没有任何错误了 不是吗 这让我想起来我以前读过的一群人 不是保守的1950 甚至不是1850 甚至更久 1050年 当时有一群人叫做阿尔比杰西安 阿尔比人 或叫做卡特里派 是一个基督教的异端吗 还是个异教 各位可以去查看这段历史 还有阿尔比十字军的过程 这群人有非常奇怪的思想跟主意 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充满爱的神创造出来的 然后罪跟死亡控制这个世界 因为人滥用神给人的自由选择 亚当下王那些 他们相信的是二元论 他们认为说是两个互相冲突的能量 创造了这个世界 有点类似道教的阴阳论这个样子的概念 好的代表神 坏的叫做德苗哥 或叫做巨匠造物主 神创造了属灵世界 然后德苗哥创造了物质的世界 所以这些阿尔比人认为说 属灵的东西是好的 是圣洁的 是真实的 他们认为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好的 人性本善 而且才是真实的 然后所有的物质的东西 包括自己的身体 习俗 全部都是坏的 当时很多人会觉得说 他们就是很奇怪 就有很奇怪的想法 但是宗教自由 他们信什么 随便他们 问题就是他们这样的想法 社会还有价值观不断的扩散 而且威胁到了当时的文明 只要哪个地方开始有这样的思想 主义就开始败坏 因为不是所有的主义跟思想都是好的 很多东西是有害的 所以这些阿尔比人认为所有的物质都是坏的 人不应该有物质的欲望才可以 他们反对婚姻 他们重新定义了婚姻 最后彻底的让婚姻非法化 他们推崇一夫多妻 或者是多妾论 一夫多妾 他们提倡性泛滥 因为如果结婚的话 人的生活就会被婚姻捆绑 所以不要结婚 只要解育就好了 他们反对生小孩 他们提倡吃素 还有饥饿 绝食 他们也提倡自杀 而且希望人类不要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人类可以从身体解脱了之后 灵体就可以得到自由了 就是人类太坏 太糟糕 整个物质世界都很糟糕 一定要毁灭才可以 那这个样子的思想 似乎就是在形容现在的世界 现在的时代 好处是当下的文明是很强的 基督教的文明在欧洲很盛行 坚持着三维一体的天主教 发动了几次十字军的战争 殲灭了这个可怕的异端或是异教 然后我们现在的文明就传承下来了 坏的思想如果不纠正的话 如果被接纳的话 而且在一个文化当中被高举 变成法律 变成文化主轴的话 就可以彻底的摧毁一个文化 所以好的文明 就必须要把这些坏的思想 彻底的铲除 就只是最近的想法而已 没有说教会要升起一个什么十字军 没有在鼓吹暴力 目前就只是一个想法而已 那说到想法 还有现在的文化败坏 很大的原因就是处理教育 各位父母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读过 就是父母不要有威严 要当孩子的朋友 要当孩子的姐妹兄弟 所以要以一个同僚的观点来沟通 让孩子做他们所有的决定 这样子的教育专家出来的书 或是写的文章 最近有一个影片在网路上串流 秘密苏达州的副州长 Peggy Flanagan的影片 她上面就是说就是 类似我刚刚叙述的那一段这个 育婴方针 育儿方针 然后她针对的就是 儿童变性这个意思 因为 Let's be clear This is life-affirming and life-saving health care When our children tell us who they are It is our job as grown-ups to listen and to believe them That's what it means to be a good parent 自由派想要的就是 扭曲所有东西 让所有东西变成反向作业 他们不只想要污染所有他们触碰的东西 他们扭曲所有东西 然后把美的东西说成是邪恶的 把邪恶的东西说的是美好的 他们把事实说成是虚假的 虚假说成是真理 把美丽的东西说成是丑陋的 把丑陋的当成美丽 这样的东西 我们在我们的大街上的看板上面 到处都可以看到 在学校的教室里面看到 在家里的电视机里面看到 在网路上也到处都是 特别是当他们讲到 道德跟美德的时候 然后这里他们在扭曲的就是 我们要如何教育我们的孩子 他们已经扭曲了男女的性别了 现在美国的主流社会上面 女人已经不存在了 男人才是真正的女人 他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小孩才是父母 父母其实是小孩 他在上面说 当我们的小孩 在跟我们做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们的工作 就是要完全相信他们 这句话是在胡扯 我知道很多妈妈听到了之后 会在那边蒙点头点的跟什么一样 但是你这样做的话 就是在害你的小孩 我很爱我两个女儿 远远超过我爱惜我自己的生命 我愿意为了他们牺牲我自己的生命 我爱听他们说话 他们每一句同言同语 咕咕嘎嘎 我都仔细聆听 但是我不会完全相信他们说的内容 因为我的小孩 一个是三岁 每天胡言乱语 天马喜空 另外一个两岁 每天圣灵冲满 讲一堆没人听的方言 他们不懂东西很多 常常他们说的话 是完全不合逻辑的 我的工作就是要教育他们 而他们的工作就是要相信我 从我这边学到什么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父母 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所有的认知 都是从父母这边开始的 如果你好好的教育他们 把圣经的道德观价值观 实戒清清楚楚的让他们知道 他们慢慢长大 他们就会有自己理性的思考能力 还有自己看待这个实验的观点 这个时候他们就会观察 各式各样的东西 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会 反对你的观点的看法 但是他们的基础 如果很扎实的话 圣经的基础 如果很扎实的话 他们就会变成一个 很有能力的成人 然后这个文化价值观 就可以继续传承 运转 社会就会被传承下来 如果你的小孩跑过来跟你说 爸爸妈妈 我好胖哦 然后其实他瘦得跟皮包骨一样 你的工作不是 平白无故地相信他 然后说 对耶 你真的是个肥猪耶 从今天起你不要再吃蛋糕了 如果一个皮包骨的小孩 跑去跟父母说 爸爸妈妈我好胖哦 父母的责任是要告诉那个小孩说 没有 你瘦得跟皮包骨一样 你的观点有问题 你不能这样子看你自己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好好的吃饭 好好长大 如果你还是觉得你自己是个胖子的话 或许 我们可以带你去看一个 基督徒的心理医生 去看牧师 我们来帮助你 让你可以看清楚的事实 让你可以更认识你自己 这个是父母的工作 如果小孩在那边讲说 爸爸妈妈 我听到奇怪的声音耶 晚上在我的房间里面 那如果你那个小孩是真的很小的话 你或许可以说就是 是你想太多 不要在那幻想 不要想太多 那如果你的小孩是个12岁或14岁 然后跟父母说 爸爸妈妈 你们每天晚上关灯了之后 我都听到声音耶 你的工作不是完全相信他们 说什么 我走 我们去把这个怪兽 幽灵鬼魂找出来 你的工作是要确保他 心里是不是真的没有问题 我在这里不是说 父母一定要严厉 独裁 然后永远都不听小孩说的东西 父母当然要听小孩在说什么 父母的工作是要鼓励孩子 意思就是要爱孩子 爱很真实的 有的时候要跟这个圣经上面说的一样 要棍棒编克的 例如八约挂坛记录1066黑丝庭战役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文物 里面其中有一个人 看起来像一个天主教的主教 戴着主教的帽子 拿着木棒 然后在打那些士兵 但是那些士兵 是他自己的士兵 然后在上面那行字写的是 这里AUTO主教 在把这些男孩变得强壮 或是在激励这些男孩 他在拿着这些木棒 透过打他们来激励这些年轻人 你看这张图的话 你就会发现那些人那些士兵 跟他是反方向的 因为AUTO是个主教 他不能拿剑上战场杀敌 但是他有这个权柄 而且他有义务 要用自己的木棒来打他的士兵 让这些撤退中的士兵回到战场 有的时候爱是需要强而有益的 是出于为了要 是为了要帮这些人 让这些人不要再当个懦弱的人 去除他们人生当中的虚假 以及恐惧 还有谎言 鞭策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父母的工作就是要不断地 激励他们的孩子 而不是丑化他们的孩子 让他们的孩子失去信心 变得没有自信 失去自我 适当的惩罚有的时候是必要的 如果一个小男孩跑去跟父母说 Hey mommy and daddy 我觉得我是个小女孩 如果那个父母说 或许你真的就是女生 对啊你还记不记得 你有一次拿起那个芭比娃娃的时候 你很有可能就是女生 你喜欢粉红色嘛对不对 这个就是在丑化小孩 小丑的丑 这个就是你在创造一个 让你小孩跌倒的思想 绝对不是父母该做的事情 而且这样子的做法 一点爱都没有 一点都不包容 圣经上面说的非常清楚 马太福音18章第6节 上面写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 倒不如把大摩石拴在这人的景象上 沉在深海里 常常这一段会被很多人讲 是在说 是在堕胎或是伤害小孩的人 但是不只是这个样子的 这段是在说 让孩子跌倒的 丑化他们 让他们在人生当中跌倒 道德层面跌倒 心灵层面跌倒 这就是我们的美国社会 还有公立学校 甚至很多父母 还有教会在做的事情 非常可悲 非常可怕 非常可恶 我们当基督徒的 就是要鞭策这一切 几个星期前 我在我女儿的学校 发现他们教室里面的布置 还有小孩在墙壁上面的画 既然是六个颜色的彩虹 我就去跟他们的老师讲 说你知道这个彩虹是什么意思吗 你知道彩虹要有几个颜色吗 你知道彩虹在圣经里面的意义吗 既然这是个基督教的学校 基督教的幼儿园 怎么可以有这样的错误 讲了之后 我就去跟他们的校长讲 然后跟那间学校的主任牧师讲 他们听到了之后 就说他们不知道 他们学校没有教 然后谢谢我告诉他们 当天下午他们就把所有 六色彩虹的布置全部撤下来 换成七个颜色的彩虹 或许我可以跟其他父母一样 我不想要争执 我不想要讲这么多 反正是幼稚园嘛 对不对 学校又不是我开的 小孩也不懂这么多 但是如果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的话 我们要祝福我们孩子的话 我们就是要勇敢地站起来 说出实话 事实 不要害怕挑战 不要害怕攻击 不要害怕别人说 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你这样子是在 打击你小孩的想象力 No 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 我们要保护他们 鞭策他们 帮他们不要跌倒 我们当父母的 要教育小孩 教导小孩 带领小孩 不是让 带领我们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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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